那麼一千多年前 媽祖在梅州島語化成仙 那麼梅州島 我們聽到媽祖的話 就一定就講到梅州島 不要有很多人 等於梅州島來進行等等 事實上梅州島裡面 有五尊最古老的神像 在這一千多年裡面 分別的雕刻 然後有兩尊在台灣 兩尊在南洋 有人說是在新加坡 或者是馬來西亞 印尼不知道 但是有兩尊在台灣 兩尊在南洋 但是另外一尊 應該已經毀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五尊 那麼為什麼會毀掉呢 因為在民國41年的 大年初一的那個下午 發生了一件事 當時知道中共是無神論 所以他很可能會針對 那麼在中國大陸 淪陷期裡面 很多的神佛廟宇裡面 進行破壞 所以那時候決定幹一件事 我們在當時 雖然國共內戰 國民政府雖然敗退到台灣來 但是那麼我們一直洗腦破壞 反攻復國在當年沒有 這個決心沒有改變過 在當年 所以成立了一支叫做南海游擊隊 在民國41年的大年初一的下午4點 因為在過年 所以沒有人會想到 南海游擊隊會這個等於說突擊 所以總共這些船艦 小的船艦 雷達查不出來這些 大概都集結 他們臨時接到通知 全部集結 然後往哪裡去 梅州島 為什麼呢 他們此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搶回梅州島 麻祖廟頂館的神像 所以就往梅州島去 大概航行的一個晚上 大概在隔天 也就是大年初二的早上7點 當時梅州島上面 幾百位的人民解放軍 都還沒有發現 就上去了 上去了以後就開始激戰 然後打了一塌糊塗 打到下午1點的時候 大概殲滅了 就殺了大概有100多名的解放軍 俘虜的100多名 把武器 織中全部都俘虜過來 然後緊接著來就上了媽祖廟 因為媽祖廟其實是梅州島的兩個高地 其中一個它是建在一個高地上面 把媽祖廟的一個神明 那麼很虔誠的把它請 請回他們的船艦了以後 那麼到晚上7點的時候 因為中共大舉的徵兵 所以他源源不斷過來 所以就宣布梅州島諮刑結束 就把這些170幾位的俘虜 然後跟這個媽祖的神像 給迎回台灣來了 我們有那個命運的時候 那麼整個破釋就立私心的時候 不是摧毀媽祖廟跟媽祖的神像而已 那時候包括媽祖的爸爸媽媽 那個大型的神明都有做 而且那個東西全部都會毀掉 然後除了少數的信徒 藏了一些跟媽祖廟有關的東西 藏在那個廢棄倉庫裡面之外 其他全部都毀掉 連媽祖廟全部都毀掉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天花宮 其實是在文革以後才建立的 那麼最主要當時建立 還是為了宗教統戰 所以才重新打造這個媽祖廟